黄花菜,性贫,能见脾胃,还能通乳,非常适合哺乳期的女性,黄花菜还含有卵磷脂,是人体大脑细胞的重要物质,所以它能见脑,而且春季人容易湿气重,黄花菜还能排湿,这个黄花菜排骨汤,味清香又养生,可以多喝哦。 这是今天的全部材料,排骨焯水后,用清水洗掉血沫,这样包出来的汤色清亮又不腥,黄花菜用温水浸泡20分钟,备用500克排骨,干黄花菜30克,蜜枣2克,加入1.5升清水,大火煮开后,在最小火煲60分钟。 60分钟后,加入棋子时刻,加入适量的盐,糖清香又带着蜜枣的甜,非常养生。